這個課程要怎麼規劃 我說四天的研習 其中有一天八小時請你給陳怡公老師 然後他就OK好沒問題 那他也要請我講 那我說我可以講兩個小時就好 就是今天下午的這個大杜山的生態 那就講完之後呢 就一場大概也是有這麼多的學校的老師 他分成兩梯嘛 然後就有將近三分之一的老師就 就一直抓著我在問說 老師老師怎麼辦 在都會區到底怎麼樣上 我們都會區全部都是水泥建築物 怎麼樣上環境教育 所以我就特別邀請楊老師來講 就是說在都會區的學校 如果在我們當然有機會 當然是要跟到實體到大自然去做戶外的教學 但是如果在課室內 以Google Earth這樣的這麼好 這麼方便的一個網路的工具 如果老師能夠把Google Earth 包括這些自然人文的歷史 在這個網路的這個平台上面就可以講得很清楚 再帶出去的話 那整個空間觀跟時間觀 整個都會建構在他的腦海裡面去 那不會說今天你直接帶到他現場上去 那個叫做蝦子摸象 因為你沒有辦法看到全盤的東西 你直接帶到那個一個局部的環境去看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知道說他到底在台灣的哪一點 到底有什麼特殊的意義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今天早上的三四節課 就是可以提供給我們的環境教育工作者 或者是各位以前是環境步道師的夥伴 你在都會區裡面 你怎麼樣跟人家做環境步道 你怎麼樣跟人家談台灣的環境 那事實上今天三四節課就是特別 就是請老師來講 我剛剛忘了 忘了接了一個東西來 現在目前還有 證券我們很多人 很多朋友如果有看新聞的話 就知道現在有個叫街景圖 從2009年到2010年在台灣 拍了非常多了 這個街景 那我們就以我們現在目前所在地的 這個叫做慧文 我們來找一下 我現在目前要先來找一下 中港路 中港路在這裡 這條中港路 中港路 這個他還可以做立體 中港路 接下來我們要找文心路 文心路 中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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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應該是公益路 應該是公益路 公益路應該是這一條 這一條是公益路 公益路經過文心路 這邊應該是文心路 文心路應該是這一條 我們再過來 這個 這個是特殊學校我們這個 這個就是慧文高中 那現在目前呢 這個影像你看到 這一輛車都可以看得到 甚至人都可以看得到 人都可以看得到 這個地方叫街景圖 我們可以把這個人把它抓過來 你就看到 看到的嗎 這是這個街景圖 這個街景圖 它是360度的 你可以看得到 這個整個一個街景的情況 那是什麼 我們可以移動 可以移動 像我們在車子 在開一樣 那這個影像 已經是完全的幾乎 幾乎是模擬 虛擬實境的狀況 那你要到一個地方 你就可以往 就可以轉一下 三百六六十度的一個 一個影 一個整個景象 這個地方應該有那個 應該有一個時間 我記得 這個版本好像沒有 我的版本是 這邊它會顯現說 這樣的一個街景圖 是什麼時候拍的 哪一天拍的 那曾經就有人 有人就用這樣的街街景圖 就在每年紐約的街頭 就抓到了那個什麼 那個蘋果 剛過世那個叫什麼 賈伯斯 賈伯斯 在紐約街頭散步的時候 就被人家抓出來 那現在目前也有很多 很多的影片 如果你在家裡面 有很多人家裡面 就換衣服 這窗戶沒有關到 結果就都拍了 那這個很多很多相關的問題 我覺得說 隨著這樣一個技術 跟他們的天安目前處理 可以提供我們很多 很多可以使用的東西 謝謝大家 因為環保團體的關係 也用這個街景圖 做什麼 看那個到那個有毒廢棄物 真的 因為明天我們會去到現場看的 他們打死說 他們這個是合法的 掩埋的怎麼樣 結果我們就用街景圖 它不是有歷史嗎 然後我們就推到兩年前的街景圖 它明明就是黑的紅的 然後白口莫辯 然後那個檢察官還去開挖 就真的 所以他們上面都會 鋪上那個是什麼合法的 但是下面埋的東西是違法的 就用街景圖去做證據 我說網路上都那麼清楚了 你要講什麼 你要開挖 這一個 第二個 那個 早上那個一二捷克 陳玉峰老師的大假證持輩子 因為他剩的書不多 那他是說 各位學員可以去登記 可以去登記 那我們就按到登記的順序 那他所謂的剩的書不多 是因為他是作者 所以他書商會有給他一些作者的書 所以他明天我們就看登記的數量 然後他明天從他家再過來 然後明天我們在中午吃飯的時候 再發給大家 那如果說你明天拿不到書的 拿不到書的 那我們就是跟書商訂書 是在1月26號 你也可以先登記 但是是1月26號 大家來參加延期的時候再來領 我們會先跟書商簽訂 但是這本書的 因為當時印刷的數量不是很多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話可以先登記 等於是說可能買完再 就是要等下一次再版 可能要很久的時間 你可能在市面上不容易買得到 那最後一點呢 因為明天我們是要搭遊覽車出去 做野外課 都是戶外的 所以因為我們今天 我們實際有寄email回函的 所以我們在之後的訊息 都會用email去做寄回函 你一定要看 然後要回覆一下 因為大家比較忙 可能都是有看標題 沒有把那個 有很多沒有看內容 就變成說 有寄回函的大概是110個 但是今天我們來了150個 就變成說我訂遊覽車只有訂三部 所以等一下 你沒有寄回函的朋友 你趕快再報到的時候 每一個人要報到的時候 請到服務台確定你一定要簽名 然後確定你明天是要搭車的 因為我下午要緊急要訂車 因為不然會有30個人是用走路去 互換消息 那我下午會想辦法幫大家訂車 就是後面這個沒有寄回函的朋友 那因為昨天我跟陳老師 還有楊老師吃飯的時候 因為有部分的沒有寄回函的朋友 大概有十來一個就打電話問我說 那到底可不可以來 那我就跟陳老師講說怎麼辦 沒有車怎麼辦 然後他就說 那個 因為這是一個社會的推廣教育 他說盡量開放 讓大家雖然沒有寄回 那我們要 就是主辦單位幫大家想辦法這樣子 那他說如果真的訂不到車的話 那我們這30幾位朋友 或者是我們如果有開車的夥伴 我們今天晚上大家協調看看 就是用共乘的方式 如果今天下午我們訂不到車 就是因為我們多了30幾位 可能沒有車子坐 那我們就用共乘的方式 明天進行這樣的夥伴客 這是最後的不得已的方式 那等一下我們就到服務台那邊 你要登記大甲鎮支配置的 還有就是你還沒報到的 或者是你沒有寄回函的 請你務必一定要留下一些基本資料 那要幫你辦保險 要確認我們的乘客到底有多少人 那我們就到1點半的時候再上課 謝謝大家 謝謝